Hola 我是圆圆圆圆君 今天喜庆我要给你们录一期 答应了大家很久的小镇生活Vlog 看看我从广州去到十八县小镇后 生活究竟怎么样 能适应吗 全职up在小镇的一天 Let's go 七点半的闹钟 八点钟才起床 没错 这是摆拍 Over Over 看什么 我一般早餐的时候会看火书 如果不赶着剪片的话 那就时间长一点 如果赶着剪片的话 那就吃完早餐差不多就结束 有时候剪片剪累了 我就会下去扔个猫屎 然后顺便挤个车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最初の一度口 あったかいながら いつまでもこのまま 私を楽しませて 特別なsoupを あなたにあげる あったかいながら いつまでもこのまま 私を楽しませて 我觉得就是希望 每天運動的时间 可以加增一点 那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我该回去 準備準備吃一点东西 然后又继续晚上的工作 疊了 这就是我在小镇安静工作生活的一天 喜欢吗 接下来就是晚间护肤时间 之前给大家拍过一次搞笑的化妆视频 都知道我比较懒 但是再懒我也不会漏掉晚间水乳的这个步骤 怎么说呢女孩子 冬天嘛都知道 懒人都懂的 冬天的东西都冷冰冰的 就不愿意往脸上去 去拍去弄 但是再怎么冷也不能忘掉 本来我们就已经没办法对抗紫外线了 再不补水 那就是 那简直就是没救了 我呢是从出生到工作都没有离开过广州的人 但祖籍不是广东 我属于宜居二代广州人 来到十八线生活 在之前辞职的视频里有提到过 是为了开源节流 拥有一个更长远的创作时间和创作环境 能在一年左右就有收入 确实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事情 所以也很开心 那就有朋友问啊 从广州到十八线生活有没有什么不适应 还真没有 因为宅女在哪生活都一样 主要活动区域也就是家和家附近 老实说来这以后生活质量甚至还有提高 因为这个价格在广州根本租不了这么好的房子 我是工作以后就不在家里住的人 创作也是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的 来到此处真的各方面都满足了一个社恐人士的需求 我好像真的没有无聊过 一个从不断根一周双根的阿婆主 哪里有时间无聊 除了广东会有一点寂寞 经常在夜里刷一刷 都没什么其他丝股的举动的了 唉 真是挂住广州的野食了 当然还有广州的老友寄们 会回广州吗? 嗯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确定 其实有时候我也蛮想回去的 但未来的事情总是那么漂泊不定的 我们就随遇而安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小镇生活Vlog就到这里啦 喜欢别忘了老规矩 我是你们的老元 Oyas Me